美国债务违约危机 造成令吉对美元激烈贬值 随着这个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即将通过协议调高债务上限 财政部第一副部长 纳德斯里阿莫·马斯兰有信心 令吉对美元的贬值压力有望缓解 阿莫·马斯兰今天指出 美国预计在五六天内 解决债务上限问题 因此我国先抱持观望 到时再看情况行动 政府希望美债问题尽快告一段落 才能缓解令吉的跌势 阿莫·马斯兰也提到 证券委员会执行主席 纳德斯里阿旺·阿迪向他汇报 美债上限危机悬而未决 造成持有美元的投资者 面临胶着局面 一旦危机解除 投资者将抛售美元 美元的需求下降 一直承压的令吉对美元汇率 就会下滑 再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